今天本遊戲 我是你們勁 大家好 我是Dunlow 這是夏季特賣推薦第二集 還沒看過第一集 五款風格特殊的遊戲推薦 玩家們 還不妨先去看一下喔 那這支影片推薦主題是 台灣製作的五款遊戲 這一些遊戲很棒 很好玩也很有特色 不清楚你們是否知道這五款呢 那我沒有介紹到的其他團隊作品 我知道了解 我的清單中有很多款台灣作品很棒 但我不想破壞掉推薦主題的 五款推薦中的五款這個五 慢慢來嘛 下次推薦的五款台灣遊戲 就放在秋季特賣或冬季特賣上來推薦 我們先來看看這五款作品是哪五款吧 首先第一款天命奇遇沒有特價 哭啊不是啊你天命奇遇下半年就要出了 你現在不特價不推廣播很可惜耶 好吧天命奇遇很紅了就算不介紹大家應該也知道 之前也因為疫情關係官方佛性下殺到一折便宜賣59元 我想大家應該都趁那時候買到玩到了喔 接下來就期待天命2上市的那天 曾經開發出測馬路三菱與縮劍等手遊的日投遊戲團隊 開發出了這一款作品 獲得了2018年日本獨立遊戲最佳美術 跟2019年美國獨立遊戲設計佳作等成績卡特 發售平台於PC Team PS4 X8 1 Switch Mac上 Steam售價為318元有繁體中文 夏季特價30%售價222元 遊玩時間約6小時左右 Steam評價為壓倒性好評 遊戲世界觀是在講說小女孩阿嬤是一位自圖師職業的人 但因為一次意外 小女孩不小心跑到陌生的地方 而為了回到阿嬤身邊 遊戲就這樣開始了 那這是一款類似桌遊卡卡送的解謎遊戲 你可以操控地圖來間接的操控現實中的場景 以此來解謎 以此來尋找到正確的道路 那遊戲開始你得需要尋找圖子來擴充島嶼來冒險 地形很大 但卻可以利用圖子移動的技巧 從左邊瞬間移到右邊來前進 是個很有特色的技巧應用 裡面多的是很出意料的風格表現 像是我還記得有一關沙漠場景 得知目標在沙漠左邊深遠處 而你得反覆地利用沙漠圖子來前進 以此來到達所謂深遠處的地方 很巧妙地利用圖子設定來遊玩 還有類似一些很可愛的小謎題 像是你得尋找到某個線索 但是線索藏在大森林裡面 可是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大森林 那既然沒有森林的話組合起來不就有了嗎 你可以利用手上僅有的森林圖子 組合出所謂的大森林 就能進去找到線索等地圖應用的玩法 是一款很有趣很療癒的解謎遊戲 有點輕微的哈口設計 黑暗風格中才有一點克蘇魯元素 由玻璃性工作室開發首頁人長頁 發售平台PC Steam Switch上 Steam售價為500元有繁體中文 夏季特價30%售價350元 用完時間約8-12小時左右 Steam評價為極度豪評 遊戲是一款2D惡魔城風格的類魂作品 但遊戲難度可以自行調整可以不用怕說太困難 而我們所操控的主角可以手持4種類型武器 分別是劍、雙刀、斧頭、弓 每把武器都各有特色 平衡類別、靈活度高一點傷害痛很多的 可以遠程卑鄙的 依照自己喜歡風格再來挑選也可以 那遊戲有設計經驗生等的技能系統 每個武器類別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套技能 可以藉此來點選技能豐富武器的連段方式 讓你揮劍可以更穩健、雙刀耍起來更靈活 斧頭摘下去更有魄力、弓箭射起來更加爽快 那也有通用天賦可以點選 能使遊戲體驗可以更加彈性 而遊戲中我最喜歡的橋段就是BOSS戰了 我記得我當初是玩普通難度 BOSS的設計不會說到太困難 但玩起來卻很不錯 每個BOSS都有屬於自己的攻擊風格 動作、操作、手感也很順暢 打BOSS這環節玩起來真的是很有趣 那雖然當初遊戲剛上市的時候 很多小細節都還有待加強 但經過了快一年的時間更新也都有補強 體驗上肯定會比之前要來的好 如果喜歡很像捲軸遊戲的朋友 這款可以試試哦 這是一款難到爆炸的遊戲 當初玩的時候一直在堅持 但最後還是扛不住放棄了 由Homophish開發的作品 《地沉迷中》 發售平台PC廳上 Steam售價為150元 有繁體中文 夏季特價30% 售價105元 有玩時間則看邏輯人力 Steam評價為好評 這作品很厲害哦 有得了2020巴姆特SCG大賞的銅獎 跟2020釜山遊戲節的最佳休閒遊戲等殊榮 甚至也委託到了曾經參與巫師系列的場景美術人員 來改善場景的美術風格 而實體驗起來更上一層哦 那遊戲玩法是類似倉庫翻的形式 紐約在移住地下城區域中 一層又一層的往深處前進來尋找到寶藏 但每一層都會有不同的謎題 你得要解開這困境才能夠尋找到終點 不過在這地下城中 你只能直線奔跑 撞到障礙物之後才能轉向 這導致遊戲難度上升了好幾個層次 似乎經常難住而動彈不得 那隨著關卡進行 你會獲得劍、弓、盾、手套等裝備 來輔助你挑戰這一些謎題 每個裝備用途不同 你得要去思考使用方式 才能順利成功到終點 像是劍則能往前攻擊很至關的效果應用 而弓就是能射出弓箭 遠距離攻擊 但卻能製造停留點 來讓你在意想不到地方創造出火鹿出來 而盾牌則能推動怪物物件行徑來進行二次推移 那手套這裝備就是反過來 能抓住怪物物件反向來移動 這樣來利用這四件裝備 反覆的交錯的來使用 就能創造出多樣路線的攻略方式 喜歡思考挑戰自己極限的玩家 這一款非常適合你喔 也是很不適合我的一款遊戲喔 你是否玩過類魂遊戲 然後死了上百次最後摔手把不玩了 那你一定沒有填過這蘿莉版類魂遊戲 最少這死了上百次會因為小妹妹的存在 而減緩摔手把的衝動吧 應該吧 由普普亞Games團隊開發小模擬怒貝塔 發售平台PC清上 Steam售價為250元有繁體中文 夏季特價10%售價225元 那目前還是夜版本 不過感覺在過個半年一年左右 應該就正式版了 因為製作團隊找到培能源了 完成度應該是有一個段落彩繪來配音 正式版出來後 售價多少億也會提高 所以想玩的玩家們 這死入手是個很好的時機喔 Steam評價為壓倒性好評 在遊戲中我們將操控小魔女來探索 而我們可以消耗魔力來遠距離攻擊 途中也會學到不同的元素來輔助 也會使用到充能技巧 來獲得不同形式的攻擊方式 是豐富度提升了許多 那元素攻擊有分成冰火雷 冰元素的攻擊速度非常快 但攻擊力會比較低 充能攻擊會鎖定敵人來攻擊 是個非常好用的元素 而火元素攻擊力非常痛 但攻擊距離比較短 就類似散彈槍的機制 而充能完畢近戰攻擊能獲得加強 沒下攻擊就像是被附抹了一樣 而充能攻擊能造成非常強大的傷害 強大到如果太近施展的話 會被爆炸傷害給攻擊到 4個使用上要多加小心的元素 那雷元素屬於隱藏能力 我就不劇透了 那遊戲中也會有Boss的存在 但可不要認為因為是遠程攻擊的方式 而輕忽了這些Boss 這些Boss對抗起來是有一點難度的 甚至我玩的時候 死了數十次還打不贏的情況也是有 雖然小魔女諾貝塔很可愛 但遊戲標籤上可是標榜著類魂遊戲 所以要敬重的對待這遊戲 才不會死了三百次還過不了關喔 這遊戲在我心目中 是位列於神助那一個階級 因為當初我玩的感受非常棒 那雖然我玩了三百款遊戲 但我心目中的神助並不多 算算差不多四五款而已 由Pinix團隊開發火師戰棋 發售平台於PC Steam、Switch、Android、iOS上 Steam售價為246元有繁體中文 夏季特價55%售價110元 遊玩時間約5小時左右 Steam評價為幾度好評 遊戲是戰棋類型的風格 但卻是偏向殘局解謎的玩法 像是你必須應用手上資源 也有傷害力非常高的角色 但卻只能面對面來進攻 一個操作不好是非常容易陷入危機 但拿來當作首尾就非常好用的人物 等多位角色可以來配合 那雖然隨著劇情發展 我們能用的角色越來越多元 火力越來越強大 但是殭射寵類也會越來越豐富 像是自爆殭屍 這時你派近戰角色去斬殺 就是個不太明智的選擇 或者是斜多方高的胖殭屍等等 越後期難度不減 反正反而是越來越困難越來越燒腦 但這是戰棋回合制的作品 你有大筆時間可以去思考 也有限定次數的回上一步 使這遊戲玩起來偏向智慧的應用 而不是反應的操作 那在過程中你要去收集資源15 因為每過一個大回合 玩上了就得要吃飯 如果沒有吃飽就會獲得一個debuff 這又是白天戰鬥時候難度更上一層了 所以要小心翼的把15控管起來 如果一個分配不當是有可能全軍覆沒的 玩起來很有別樣的刺激感哦 好啦這次推薦就到這邊 最少會有款遊戲人打中你們吧 最少我是強烈推薦火師戰棋啦 這遊戲我愛死了 每逢一道人缺遊戲玩 我都會手推火師戰棋 不排斥戰棋類型的玩家 可以嘗試看看哦 好啦那這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Download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我上門找你… 小營 不 estás… 太久了! 我怎麼玩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